今早的AT个股推计就是建设银行939 选择原因是建行去年正息差跟随同业跌11个点子 去到2.02% 但仍然是四大行当中唯一可以保持在2%以上的水平 上引预测建行今年第一季正息差将会进一步收窄到1.8% 按季收窄13个点子 但仍然高过其他三行的大约1.67%水平 随着内地经济和房地产事度回暖建行资产质素趋稳定 减值回撥继续成为盈利增长的动力 截至去年年底建行的不能贷款率 安年下跌4个点子去到1.38% 撥庇覆盖率是241% 四大行当中仅次于农业银行的302% 资本充足比率是18.4% 四大行当中仅次于公行的19.2% 随着预测建行今年第一季的资产减值损失 安年减少16.3% 中金就预测建行今年第一季的盈利 按年增长6% 在四大行当中最高的 全年息率是9.3% 在一众内银股当中的最高水平 市涨率0.4倍 估值吸引 彭博综合预测建行2023至2025年 盈利分别按年增长5% 7%和10% 建行星期二就是收报5.24 上升期冲高之后回落 投资者可以抠上升轨大约是5.1级纳 先上网去年的高位5.8的水平 中长期目标参考大行平均价6.6 别穿前底4.8就适宜止蟀了